近几年来,张子怡凭借金战的演技和令人羡慕的爱情频频上热搜 不仅如此,她和汪峰前妻生的女儿相处得也非常融洽 还有很多人说她是最好的后妈 但是在结婚前,张子怡的感情却是相当丰富 不过在她的很多段绯闻中,有一段绯闻一直让人们感到匪夷所思 那就是她曾经和成龙父子传出三角恋 父亲和儿子同时爱上了同一个女人 这种戏剧性的情节是真的存在的吗? 张子怡和成龙父子之间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这里是咸鱼记,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 张子怡与成龙父子的三角恋往事 如果用关键词来描述张子怡的演绎之路 那一定包含幸运二字 1997年初,张艺谋要拍一个洗发水广告 想找个头发长的年轻女孩 有人就推荐了张子怡 虽然广告没有拍成 但这个美丽上进的女孩 却给张艺谋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一年后,张子怡意外接到张艺谋的通知 约她去试镜 试完后,张艺谋说 你太显小了 我需要一个成熟点的女孩 张子怡回去后,立刻就把头发烫了 几天后,张艺谋通知张子怡复试 结果一见面 张子怡差点把张艺谋吓坏 这与张导想要的清纯形象相差太远 于是,这部电影的角色 没有落到张子怡的头上 但这样一来 张艺谋对张子怡的印象更深刻了 而且,她越看越觉得 张子怡向自己的旧爱巩俐 几个月后 张子怡又接到了张艺谋的通知 这次试镜后 19岁的张子怡终于成功拿下了 张艺谋电影《我的父亲母亲的女主角》 《朝地》 进入剧组后 张子怡被要求在农村体验角色 她跟着村妇学割草 喂猪、挑水、干农活 据说张艺谋去验收成果的时候 都没有认出在田间和村妇一起农作的张子怡 一个月后 影片正式拍摄 张子怡因为体力透支 在一起拍摄中 晕了过去 吓得张艺谋赶紧逼着张子怡回房间休息 这一刻张艺谋对这个又努力又不矫情的女孩 好感倍增 之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这位还不到20岁的小姑娘 便跟着张艺谋从陌生到熟悉 然后非常顺利地晋升为新一代某女郎 接下来 不知道是为了宣传电影 还是日久生情 张子怡与张艺谋同居的消息 传得沸沸扬扬 而且这对非文恋人还一起共赴国内十余个城市进行宣传 这再次引来了无数吃瓜群众的遐想 两个人也成为了大众茶余饭后的消遣对象 面对外面的风言风语 张子怡不想做巩俐替代品 便主动离开了张艺谋 在离开前 张艺谋念着旧情将她推荐给了李安 当时李安正在筹备拍摄《卧虎藏龙》 主角已经定了周润发 杨子琼 还有一个角色李安本想留给舒奇 但是舒奇本人却对郁娇龙这个角色没有什么兴趣 于是李安只能转头试用了张艺谋推荐来的张子怡 毫无安全感的张子怡在剧组饱受冷落 她只能更加拼命地演戏 有一次她的指甲盖都被掀翻了 她也只能把手插进血中急速冷冻后 又重新回到了拍摄现场 这个小姑娘的努力和拼命精神 李安都看在眼里 她从一开始对她的叹息转变成了拥抱 2000年 《我的父亲母亲大火》 张子怡凭借这部电影 拿到了百花奖影后的奖项 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上 这部电影还获得了英雄奖 在电影节上 穿着大红肚兜的张子怡和张艺谋共同举起了奖杯 这成功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张子怡在国外的知名度暴增 2000年5月 《沃湖藏龙》在海外上映 21岁的张子怡凭着生动的欲娇龙一绝 越升为国际影坛抢手的新人 但知名度越来越大的张子怡感情玩的也越来越大 没过多久 一场三角戏就开始了 张子怡在国内大红大紫之后 她的目光开始投向美国的好莱坞 因为尖锋时刻一备受好评 所以导演打算开始筹拍《尖锋时刻2》 一开始 导演布莱特想要让王菲来参演 可惜的是 王菲对打戏没有半点兴趣 所以推辞了 王菲的此演为张子怡带来了机会 布莱特导演最终决定让张子怡来出演电影中的角色 可身为男主角的成龙却感到不满 她觉得自己和张子怡之间可能没有办法产生默契 她还直言 张子怡和自己的风格不搭 只是后来导演执意要张子怡 成龙才无奈作罢 但是 让成龙没有想到的是 有一天 她竟然会看见自己的儿子房祖明出现在拍摄现场 而且 房祖明来探的还是张子怡的班 据报道 房祖明常常以成龙的名义去探班 不足一个星期就把张小姐给追到手了 而在张子怡变成自家儿子女友后 成龙对她的态度顿时来了180度的大转变 对她也是百般呵护 当时在剧组 成龙对张子怡就特别照顾 关系非比寻常 于是有人提出质疑 不料成龙竟说 她是我儿子的女友 就这样 张子怡和房祖明的恋情曝光 但是在这之后的张子怡片场生日中 成龙的做法却引人遐想 2001年2月9日 张子怡迎来了22岁的生日 成龙亲自组织整个剧组 给她办了个超豪华的生日聚会 上千名员工齐唱生日歌为她庆生 场面搞得非常壮观 不仅如此 成龙还直接送给了张子怡一份超级贵重的礼物 一条别致又名贵的项链 项链中间有个白金的方框 里面镶了颗心形美钻 这无形之中 为成龙和张子怡之间的绯闻提供了很好的证明 之后 成龙又做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她竟然要求整个剧组移视香港继续拍摄 导演起初不同意 一来一回的折腾 既麻烦又增加了很多经费开支 奈何成龙当时风头正盛 导演组只得遵从 只是剧组搬到香港之后 张子怡和房组民见面的次数就减少了 回香港后 张子怡被拍到与成龙过于亲密 与成龙供饮一杯水 还在休息的时候 端着果盘将葡萄一颗一颗的送进成龙口中 甚至她还主动用手接住成龙大哥吐出的壶 接下来更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 在成龙生日的时候 因为剧组正处于最紧张的拍摄作业中 所以成龙便表示将生日宴会延后再办 但剧组人员坚决不同意 并表示一定要替她庆生 面对大家的好意 成龙也不方便再拒绝 便答应了下来 而在她生日的当天 张子怡在成龙进场之后 直接一个飞扑扑进了成龙的怀里 并献上了自己的五眉相吻 场面十分火爆 被偷袭的成龙高兴得合不拢嘴 和其他演员抬起张子怡就往生日中心走 大笑着说 原来这就是送我的生日礼物啊 现场工作人员也在旁边起哄大喊老板娘 很显然 那一晚成龙非常高兴 第二天 成龙与张子怡的绯闻不惊而走 很快就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 媒体把远在美国的房祖民和张子怡的恋情 再加上这次生日宴上发生的事情 杂柔成了一段十分劲爆的八卦故事 即成龙父子中女 最终引爆了整个香港 眼看舆论愈演愈烈 在各大媒体的追问下 成龙只能澄清自己只把张子怡当成了儿媳妇 而张子怡更是满脸委屈地表示 她和房祖民之间只是普通朋友 为成龙庆生也不过是还人情 张子怡还表示 自己可以特意飞到洛杉矶 当面向林凤娇解释 在两个当事人的极力澄清之下 这段绯闻才暂时告了一个段落 但她和成龙以及房祖民之间的感情似乎因此告吹了 不过 尖锋时刻二的高票房让张子怡成功在好莱坞露了个脸 之后 张子怡的事业如日中天 在外雄心勃勃进军好莱坞 在内拿奖拿得手软 2007年1月 张子怡与外国男友在NBA球场看台接吻 并官宣了恋情 很快 外国男友的身份被网友扒了出来 此人叫艾维尼沃 43岁 盛传他是高盛集团时代华纳的最大投资人 与国际巨星麦当娜 传媒大亨莫多克是好朋友 在好莱坞人脉纵横 此后 两人多次在时装秀 电影节等公共场合狂秀恩爱 并于2008年订婚 有了男友的帮扶 张子怡在好莱坞逐渐站稳脚跟 身价水涨船高 就这样 张子怡仅用了短短几年时间 便扬名国际 被人称为国际张 当张子怡再次接受采访 谈论起他和成龙父子的绯闻时 他竟把他归结为自己成名的代价 如今的张子怡摇身一变 成为了典型的贤妻两母 相夫教子是他生活的日常 与老公汪峰结婚六年来 两人依然恩爱如初 他会读着汪峰亲手写的情书 感动得泪流满面 也会不顾事业的牵绊 为汪峰生育一儿一女 即使对前妻的女儿 张子怡也是视如己出 一家五口时常出镜 让大家看到了他们幸福美好的样子 以前的国际张 俨然变成了家庭张 不再有当初的放浪往事 不知道张子怡回想起 自己为了成名付出的代价 是否会后悔呢 这里是咸鱼记 喜欢视频内容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